所以我们也是经常说要想连续得分啊 这种围球这个很重要的地方是白球的这个位置 而并不是说走到最容易把这个球打进的这个位置 而是走到一个既容易打进的又比较好控制走下一颗球的位置 所以往往这个可能刚开始打球一些业余的爱好者呢 总是喜欢把这个球走的直一点 觉得走直了呢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容易打进 但实际上你走直了之后啊 对于这个白球的控制啊 你的可这个白球可控制的范围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度 5 我来不 感谢观看 好穷 没有能够打劲 好在是这杆开到红酒之后 没有把红酒开出来 没有什么好机会 这根应该是在翻底带 因为我们看白球也是没有防回到234的上 而是停到了 叫到低分的彩球过渡的这么一个位置 给亨特利留下了一个长台 好球 两裤交到粉球 非常舒服的一个角度 刚好中端 推上去就可以叫到右边红球 领先了25分了 再进一红一彩 可以超分 红球比较直 递干 拉回去 15分 是不是不一定非常强球高分值的彩球了 还是打粉球 还是打粉球 确实白球这个位置 打粉球和打这个低分的难度差不多 稳稳的打劲 没有这个强球再去走这个黄球 因为这个分数确实是非常的关键的一个彩球了 如果不进再是叫到黄球 那么对方青台刚好可以赢 黄球也打进了 这样艾伯顿应该是希望很渺茫了 现在领先了32分 34分 对 台面还是要25分了 超了9分了 绿球高杆两酷 艾伯顿会不会认输呢 还是要再去努力一下 毕竟是决赏局啊 艾伯顿在开动脑筋啊 想这个怎么来去做章案 哎 这上来的一个第一竿啊 看那个好像有运气啊 嗯 哈哈哈 应该还是能够能够看到一个包边 对应该可以打到包球 哎 哎 哎 绿球 这个绿球太运气了 好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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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03 哎 这个分数刚才怎么加错了啊 这个分数怎么加到了 啊 讲到艾伯顿身上啊 啊 但是艾伯顿还是没有放弃 对 这是在表演啊 给观众 嘿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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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幽默啊 正好是这个粉球多走了一点 嗯 从这个凤击间还是可以看到 看微球 亨特利呢是想给艾伯顿反作一个 我感觉艾伯顿现在完全不是想去赢这盘球了啊 现在是想再去打一些表演或者娱乐一下观众 你看这颗球直接直接能够打到的 他在那使劲的再去看角度 祸 哎呦 哈哈哈 真是太酷了 哈哈哈 我许一下 1234567 7酷啊 哈哈哈 漂亮 这完全是给观众啊 来去打一些这个非常高级的一些技巧啊 一些表演球 横特利还是很认真啊 哎呦 心里话说你别迷惑我 我要是跟你拿两条这个犯规还是要罚我分的 对啊 万一这个白球碰到哪颗高分的彩球 这还真不好说 现在的分数是相差37分啊 这应该没有问题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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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恒德利是故意要让比赛多一点悬念啊 哈哈哈 这个球 阿伦敦又怎么样去表现呢 估计又是来一个多酷的解球啊 我看啊 阿伦敦又是 在开动脑筋呢 哈哈哈 直接打进了 就是想拿篮球再做做文章 讲一讲我这个应该怎么去表演哈哈哈 铁球还没瞄啊哈哈哈 阿伦敦还是比较搞笑的嗯 哎呀 这个恒德利对对手带的精力不集中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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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又是准备去解库边了 哈哈 一二三 哦 哈哈哈 这下没有碰到啊 阿伯敦应该认输了啊 啊 好 这样 恒德利呢是2比1 战胜了比赛阿伯敦 朋友朋友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 等一会儿呢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丁俊辉与恒德利在昨天的决胜局